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关小彤打趣杨洋问 我和迪丽热巴谁漂亮 杨洋的回答惊呆了大家 要说最当红最漂亮的娱乐圈小花旦 关小彤和迪丽热巴必须榜上有名 迪丽热巴的脸蛋天生就带着抑郁风情 独特的长相及气质让她成功在娱乐圈中获得了关注 并靠着自身的努力闯出一片天 关小彤则是童星出身 婷婷玉丽的形象深入人心 她从国民闺女变身最具潜力演员 一路成长惊人 本来热巴和关小彤之前基本没有什么交集 也很少被比较 但因为陆寒的原因 让两人有了间接的微妙的关系 一个是非文女友 一个是正牌女友 于是总是被有意无意地拿起来比较 在跑男第五季当中 节目组故意将陆寒迪丽热巴炒成一对CP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收视效果 在节目收官之后 陆寒热巴所谓的恋情一度甚嚣沉上 而陆寒却突然公开 与国民闺女关小彤的地下恋情 震惊了不少网友 陆寒之前在节目里就说过 如果自己有女朋友的话 一定会宣布的 而她也确实也做到了 在事业巅峰时期官宣了女友关小彤 看来是真的很喜欢关小彤 而迪丽热巴在与杨阳合作 你是我的荣耀后 两人组成了一个甜甜的CP 看到杨阳和迪丽热巴这么甜蜜 当时就有网友下定决心要追剧了 而播出之后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的确是很甜呀 而随着剧情的播出 迪丽热巴和杨阳的互动也多了起来 近日 在一档活动上 杨阳和迪丽热巴站在一起 杨阳就跟迪丽热巴讲起来悄悄话 有很多网友表示他们也太甜了 高呼要公布恋情 其实两个人就是戏里面的情侣 现实生活中只适合做搭档朋友的关系 近日 正在录制的一档综艺节目阵容曝光 杨阳迪丽热巴又将同台 一定会再度掀起CP粉的狂欢 让观众尖叫 迪丽热巴趁自己现在还是单身 没有男朋友 所以观众们希望他们两个在一起吗 在一次综艺节目中 关小彤受邀参加 节目中的酷男亮女站在一起 也是格外的养眼 关小彤打去杨阳问 我和迪丽热巴谁好看 杨阳低头笑了一下回道道 你都有露寒了 我当然下向着晶晶了 晶晶也正是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的名字 这样的回答就爆料了杨阳和迪丽热巴的关系了 那么大家认为迪丽热巴和杨阳的关系怎么样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